國安局官員走私近萬條香菸 風暴擴大 有網友在網路上爆料了一張訂購菸品清單 訂購人也是少校市委官吳宗憲 時間就落在去年8月 蔡總統出訪巴拉圭的同慶之旅 加上一份從馬政府時期至今的 訂購數量清單流出 顯示利用出訪 團購大量菸品已經是長年漏死 又一張訂購菸品清單在網路上流傳 訂購人同樣是國安局市委官吳宗憲 一口氣就訂了3400條菸 號稱是華航內部人士爆料 還說華航已經把以前的資料都銷毀了 先前中華航空他們就會提供一張單子 就是讓出訪的人員 他們先登記看要有哪些免稅品 蘭英立委也探稱 出訪時華航都會先發訂購單給同行的人 還說不限訂購數量 他沒有控管 完全沒有控管 根據爆料顯示 從馬政府時期就有利用出訪 夾帶菸品入境的數據 只是從一開始不到1000條到現在數量節節上升 這次自由民主永續之旅爆量到近萬條香菸 數字讓人震驚 全部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關鍵的證物在華航 那檢調到今天遲遲不對華航採取必要的證據保全作為 請問在等什麼 立委黃國昌再度痛批華航不面對 至於檢調也沒有作為 到底在等什麼 所有的禮遇都可能產生弊端 那接受禮遇的人不自愛 產生的弊端呢 尤其要改革 雪球越滾越大讓初放撐果蒙上走私因應 如果案情不說個明白 恐怕很難給外界一個交代 記者六平剛二弟台北採訪報導